潘兆聰 恐怖在戰 今天晚上我們是Michael Hello Michael 今晚我們當然不能少了他 他暫時來說依然是我們每晚客席的嘉賓 怎樣?有沒有感覺? 暫時沒有 沒有 很小時候我姐姐移民去美國 剛剛移民的時候 現在是在說 不要緊 我想年代不是很重要 大概是三十多年前 他去到美國住的時候租了一間屋 美國其實有很多木屋 都是一些世界大戰附近的產物 都幾普遍的 歷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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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搬進去的時候只有一個人 搬進去的時候 他的廚房對著馬路大街 有窗口 經常有洗碗等等 他剛剛去的時候覺得很棒 為什麼呢 其實很好 有一隊騎兵隊 好像巡遊一樣 每一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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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很多人 劇兵隊 剛剛初到貴景 就是以為真的有些事情 正好 這個國家真的不開房 沒得頂 某天他出去了他的家 車房外面 看到隔壁屋的那位婆婆 他跟隔壁屋的外籍人士 他就說 正好 我剛搬進來 隔壁屋經常有拍攝 什麼時候才是巡遊呢 他重演了這麼久 那位外籍人士就跟他說 沒有東西的 其實你一直都會有的 我們見慣了 那是什麼 就是那些事情 哦 根本不是現實世界裡 會看到的東西 是啊 最怪的事情 就是他之後也會繼續看到 那婆婆也會看到 隔壁屋也會看到 原來是他那條街 那幾間房子 全部都看到 那有沒有聽到聲音 有聲音 都有聲音 馬步 那挺有趣的 通常是看到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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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聽到實際 是出現那些聲音 比較少的 是啊 因為我問他 他還說那些是實體 所以他才覺得是真人 去做一個預演 那他現在是否仲存在 沒有了 搬了很久了 三十多年前 這間房子其實發生了很多 很多 很多怪事 同一間房子 那可以下來拍戲 都可以的 都可以收很多錢 真的 是啊 你怎麼這樣說 因為 沒多久 我家人一起去探望他 他家裡很奇怪 就是要進入車房 才能進入門口 比較奇怪 那一進入車房的時候 其實我家人都已經 打冷陣了 進入車房 當然是 就跟他說 女兒 這裡是陰陰的 老爸當然 因為車房是這樣的 才進入正門 那就沒事了 其實那個階段 都發生過幾件怪事 剛剛因為他一個人居住 我姐姐也是一個潮流人 潮人 當年 所以他那時候 流行一個產物 就是一個 一眼床頭燈 這樣他就會開 聲控 聲控 其實當年也很高科技 如是者正常地 晚上睡覺 突然間 他聽到一聲這樣 他很害怕 因為那一聲 其實是有些東西 縮住了他的手 那一下 因為他一拍一聲 燈就開了 一開了 他看到有半隻黑人的手 嘩 怕發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怕到不得了 第二天起床 當然是流了冷汗 這裡是有一個手刃 然後被人抓著他 嘩 即是不是發夢 你有手癢 對 我覺得這也是很厲害的 而且有聲音 因為有聲音 才能觸控燈開 一開就看到半隻 這是好的 也有問過 當然是把這件事 告訴鄰舍 他們又不是很驚訝 他們也不覺得附近有 黑人籍的人住過 他們也不覺得有 當然是問 但這一下黑人手之後 就受不了 真的要搬 結果就搬離開了這間屋 你有沒有去過 我去過一次 就是我和家人一起走進去 第一次去他的家 走進去他的家 要經過車房那一刻 其實我們都會打冷陣的 都感覺到有東西 對 但是是日後來的 但其實 有點奇怪 你一間屋要經過一個屋子 算是屋子吧 類似 類似 即是你一間屋子了下去 才走回去 對 怪怪的 這麼古怪 通常有些地方是聚陰 不過算了 而且他說 每天都看到一堆壇 也有很多 對 這個也挺害怕的 好 這就是屬於姐姐的事件 是的 我們可以引入那件很害怕的事嗎 我第一次真正看到 其實也是在三藩市 也是中學 剛剛去到的時候 我和家人一起去旅行 去到一個親戚的家 我親戚的家 又是那些 差不多一百年的木屋 由於是這個地方的關係 我旁邊有一間屋 兩間屋是一樣的 不過那間屋是廢製了 他們家人很喜歡釣魚 所以有很多巨型的雪櫃 是裝魚的 釣完之後就裝在那裡 我們進去住 當然要謝謝你 有間吉的屋住 那時候就很好 那時候就進去住 進去住的時候 我很記得 我當時也很大 所以印象很清晰 一開門的時候 真的好像你們拍攝 那些梳化和咖啡桌 是用白布蓋住 很久沒有人用 那我就負責蓋住 和那些親戚做些打掃 那個廳我記得是沒有電視的 即是說那張梳化 一個小小的咖啡桌 就是一個火爐 旁邊大部分都是大的雪櫃 用來裝魚 其實那時候 天氣一般 為什麼我要講天氣 就是你會知道為什麼要講天氣 晚上睡覺正常 睡覺的時候 差不多入睡 我發覺地震 沒有理由 我沒有試過地震 我不知道那個是否叫地震 那我就發覺 我睡在沙發 我睡在沙發上面的時候 我發覺沙發是這樣的 好像一艘船一樣 那又不是地震 沒有理由 地震又不是一個wave 那一刻我還未太意識到 而我發覺 有一個半透明的人 在我這裡 正正在我前面 我想是差這麼近 那個人就蹲在那裡 是一個帶著越南的漁夫 我突然說越南漁夫 非常之像這一種 就是這樣 但我是看穿他的 而他的動作 就是一個很慢 就像我們的慢鏡一樣 過來 跟我們賭錢 講中文 講廣東話 那為什麼我意識到呢 就是我意識到我看穿了他 不是一個火爐 還有東西 那個火爐的左右 有另外兩個 我猜是靈體 亦都是蹲在那裡 在船上浮著 其實大家在船上 因為 哇 他們在玩紙牌的十五壺 簡直是這麼慢 又無管動 我想到這個畫面 其實那個是電影的 對 對 其實我猜整件事 是發生了十秒八秒 整件事 雖然他很慢 但我又看穿他 又在那裡很慢 玩十五壺 我第一個動作 就是把皮蓋住 睡不到 少失眠 十多歲不會失眠 那一晚真的失眠 又好像大家這樣說 病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發燒 但這個畫面怎麼沒有了 沒有 因為我這樣之後 就沒有了 我就開始發覺越來越安靜 那浮動的感覺呢 越來越沒有 不是突然間沒有的 越來越沒有 越來越沒有 第二天當然是馬上告訴家人 這樣啊 他們就說千萬不要告訴親戚 因為很尷尬 人家是 沒有理由人家這麼好 一間屋裡住 但發燒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三藩市在哪裡 我已經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會不會是近 可能是唐人街那些地方 不會是洋人區 旅居地 不過他們是中國人的意思 噢 大哥 那個是我第一次 visually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 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下載我們 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辯 喜歡哪集 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 最恐怖的個案